所有人都在抗議 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發生自殺式汽車炸彈爆炸 最少造成6人喪生 飛納國內工人發動48小時罷工 抗議政府最新提出的緊縮措施 英國警方驅逐超過80戶家庭 他們被指非法在一個農莊內居住 數以千計的敘利亞人舉行遊行 支持總統阿薩德 特尼斯強硬的伊斯蘭政黨復興黨 推薦女性候選人參與這個星期日的選舉 多頭獅子、老虎、黑熊和其他野獸 走出我去我州一間動物農莊 觀光 中版本 這個星期二 人民通媒體 這 Harrie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